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近日有一名从事室内设计的女网友在脸书社团抱怨公社抱怨 表示自己常常加班 薪水也少 甚至累到免疫失调 没想到还被老板反问为什么身体那么差 虽知道做设计会很累 还是觉得很心酸 引发网友热议 原PO指出 台湾的设计真的很廉价 业主杀到剑谷 想要俗又大碗 感叹设计不被重视 一比再比 又不想给钱 自己努力在外打拼 还是累到免疫失调 最后还被老板抱怨身体差 早知道就跟着父亲学你做 至少也算学习一项老经验 面对职场辛酸前类 引起许多网友的共鸣 网友感同身受表示 在台湾设计就是廉价不受重视 老板还会觉得为何你话搞要这么久 然后一直催 室内设计真的很辛苦 加油啊 完全就是我的心声 同样曾从事设计业的网友也无奈的说我转行了 虽然我也爱好设计 但生命及健康胜过一切